有人说农村的土特别黏 一踏上就离不开了 位于台南的土购社区 有一群年轻人 硬是把一整个农村 打造成一座美术馆 并且留下来落地生根 其实回来土购社区这个地方 又有点像说就是 有点像我的第二个家 这种感觉 在这边创作 然后在这边生活 这个人情味 我觉得就是在都市生活 比较没有办法比例的 在十年前 因为课程的关系 来到土购村 就发现怎么有一群在地人 开始在为自己的社区 来做一些事情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希望说 那我们是不是这群年轻人 也可以跟这群老农 能一起在这个小农村 很激赏一些火花这样子 那没想到一做就做了十年 年轻学子的创新思维 结合地方起老的在地情感 十年下来孕育出一种新型态的乡村文化 居民自发性的在家门口 装点出属于自己的艺术空间 而闲置的老旧猪社也摇身一变 成为社区的接待大厅 这样的氛围让整个村庄 犹如一座户外的美术馆 在2012年他们也正式将土工农村命名为 土工农村美术馆 希望让世界各地的朋友看到属于台湾的本土艺术 村就是美术馆 美术馆就是村 新时代的台湾农村有了新定义 背后代表的意义不仅是农村再造 更是中华文化云远流长的重要表征 而这一切在土工社区体现得淋漓尽致